HELLO 大家好,白丁 今天终于有机会做一期146的一个评测 或者一个体验吧 这一支146的话你们能看到就这里写了一个test 这是一支那个装柜的测试笔 就是说你去装个试笔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一支 那刚好就接到的 那为什么会拿这样子一支146那个来做 是这样子因为我也想看一下 146的话本身的这个如果用久了或者长期这么用 它的一个劳损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它的疲劳情况或者一个整个比的一个condition 就是它的整个条件 那现在这么看的话整支笔吧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是有毛痕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也还好像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磕碰 然后整个颜色的话照理来说应该是有点 呃呃就是有点就怎么讲这个金色有点褪色了有点变淡了 但整根笔拿起来怎么讲呢 一开始拿起来不是特别惊艳 可能是它各方面平衡做得很好感觉好像特色不是很够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特色 然后就感觉很完美很完美的一支笔这样子 呃整根笔的话呃其他的大致上没看到什么特别问题 拖度什么也没看到 但用久了毛痕是非常严重 那你们现在现在也能看到就整根笔的话就是时间久了 大概就这么一个样 呃我我这支是一个五代的 146的话是总共有一代到六代 然后那个149的话是一到那个八代 那我这支是五代的146那怎么去区分呢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笔给看一下啊 呃看一下怎么样 好像有点 对能看到吗有点晃 呃这个的话是万宝龙就是说很正常情况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现在拿另外一支笔给你们看 就我日用的一支笔吧 这支笔是这样子 你看我这支百利金的话 这个地方你看他就长期这么转 那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也算是毛痕吧 应该这这些地方就很比较清楚了 一个小毛痕这样子 那他这个的话 呃他 呃万宝龙的话可他刚好是怎么样 光幕窗在这个地方 他整个光幕窗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就可以避免这个情况 那像我笔笔杆上面毛痕非常多 但是你能看到光幕窗上面的一个 毛痕并不是非常明显或者几乎没有 那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小细节吧 我觉得 好那整根笔的话 我其实 呃怎么讲呢 现在视频看不知道好不好看 但是其实从我拿到手上的时候 双色尖给我的感觉 不是特别的惊艳 可能我对笔尖不是特别感冒 好然后整根的话 重量感或者笔感的整个舒适度 啊真的很完美 就是说他各项平衡都非常好 你如果我我录用笔的话 我主要是很喜欢这一支M205的 他这个笔杆 其他的其实不是特别感冒 就基本上就为了他这个纹利而 而买了一支笔 那我这支笔我哪其实他是这么看 有点小 其实我哪是偏小了一个笔杆 那146的话就是 呃 146最基本上就你看我哪 这个初期其实刚刚好 如果是149我现在手上没有 但是 我另外一支日用的 那如果你们说真的要对比的话 这一支是我另外日用的一支前置笔 那其实整个的大小的话差别就这样子 就这一支Waterman的艾成的话 Edison就是149的大小差不了多少 那其实可能会再大一点点这样子 或者其实肉眼上面看不是明显 但拿起来就真的会感觉大很多 那真的对比就整这样子给你们对比一下 好那我们回去一下 那整个人怎么去分这个一代到那个 呃六代是这样子 首先就是一到四代新手不建议去买 这个是五代 五代的话 就是他们应该有听过有个叫踢舌的版本 踢舌的话不是指中间的这个一条条横的一个 呃就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叫什么 但踢舌是指在笔尖前面 就是说前面这个小地方的话 它小地方它是个T型的 但是不是这一条中间这条铁满 就不是这样子 呃就有些人看到一个笔舌是吗 我中间是死的 但左右两边还是这样子开封 那一种不是踢舌 踢舌是指笔舌最尖端的那地方 那地方成一个T型 那一种才叫踢舌 然后那个从外观上面讲五代是开始 才换这种双色间六代也是 四代的话还是单色 光莫穿也是光莫穿也是五代开始 前面的都是那种就像百利金这种完全 因为我是万联F间加黑色墨水 所以现在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像这种整条的一个光莫穿的话 就四代或以前的 那再找的我觉得就不要去了解 因为这坑比较深 而笔的话本身是活塞上墨 像这种 呃装柜测试笔的话 其实应该用了不知道多少次 但整个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呃黄铜的这种金属的一个上墨就是活塞嘛 跟这一种白金的塑料的确的质感 视频看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很明显 但是其实它整个的呃怎么 眼睛看下去质感真的完全不一样 跟塑料这种电镀出来的呃两回事 呃就这个金属环嘛 然后整根的话我自己本身是欧比用家嘛 欧比用家的话 呃那我会觉得说呃 有新末期能比尽量是欧比为主 其他的我基本上我是偏向那个上墨 那大概就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比尖的话我不知道视频看 你们会不会觉得好看 但是我现在拿在手上 其实不是特别的那种怎么讲经验 呃不知道是不是呃用不用久了 就是没那么会容易产生一种惊喜 好那那个我就上墨一下 看一下那个上墨以后 这个光幕窗会不会很明显 其他大概的真的呃怎么讲呢 经过这么用的话 我觉得万宝龙它的一个耐用性是 呃怎么讲值得肯定的 另外一个就是笔尖上面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笔尖 对对对 可以可以笔尖的话 那我上网查文章的话就说呃 非白的情况其实不是很看见 就任何笔尖会 只能说通过一 换一些流动性比较强的墨水 然后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但现在视频刚才笔尖真的很漂亮 但是拿在手上差那么一点 特别是现在这个金色我不知道 不知道会不会有点不一样 你们看一下呃 我现在手上笔盖拿这些的话 它金色是比较浅的比较淡的 但是笔尖这个就更正常的这一类 就是我这些比较呃 比较新的笔的话就是比较接近 我不知道是不是本身就是这两个颜色不一样 还是说这个时间久了就变淡了 因为五代的话六一四六的六代是一三年以后才出来的 那这支五代的话 我不知道它有多少年 但少说应该有十年的就十年前的一支笔吧 因为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而且这支笔应该是有摔过看到一些坑文什么的 我想在这么吹长再试一支笔的话 会更加肯定说一四六值不值得买 好那个我们先好打开一下墨水 然后呢也是一样不知道找个好角度 好然后把这个活塞给悬开一下 好像不是明显 活塞的话用了这么久了还是 这个感觉很棒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我再给你们看一次 刚刚就关墨窗的话 你直接能看到整个光墨窗慢慢被填满 在我这个角度能看到 现在应该能看到就整个 我先把笔给插一下 哇哦哇哦 把盖子盖一下 好那大概你们先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分那 万宝龙建议就是买现场的其他旧的就 呃不太建议去买因为真的不好说啊 然后这里刚发现它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两个键了 这个笔环的这个地方 然后跟这一块反正它是 这两个地方它是两种材质表现 再下来的话现在关墨窗就 你们现在看到看不到了 刚刚能看到现在上文墨就看不到 好那现在那个试写一下 然后呢以后那个的呃 对比比就不用无印了 有观众反馈 那我就用那个呃原子笔 就这种圆珠笔来体会 因为这种的话 比它的一个笔键出息绝对是肯定的 像刚笔的话本身比如说EFF的话 他只是说我在可能0.38 EF是0.38吗 0.38可能到0.4或者0.36到0.4 这样子一个范围 因为刚笔是不太可能说精准控制在哪一个位置 那我现在就拿一个呃原子笔 然后对比那你们看的就能更清楚了 那这个笔还是一样 不要这么去盖还是一样 但我这个我这个是看不到这样子一个茅围了 但万宝龙那个细节真的呃很 就是说你会看到会真的很惊讶 就是说特别刚刚那个为了那个光墨窗 而把这个的精准度给降低一点 或者是说把它给做大一点 好那一个试写一下 然后这边就快进了 啊还有啊我现在本质的话就换这个来做笔记了 你们我这个评吧 这个是campus是不是国语 我不知道知道观众麻烦给我讲一下 或者刚刚万宝那些的话 146的名字其实我想知道在哪里来 知道观众麻烦给我普及一下 毕竟我也是新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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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EF间才会这样 如果是F间或者M间的话 它还是没 声音不会那么大 但整根笔的话 你们现在能看到就刚笔的一个笔尖的这个品控问题吧 可能是一只EF间一只EF间嘛 它的一个出息可能是说都不会说非常标准 这样子 这个也是很正常 呃 然后其他的话没有什么 大问题 就整根笔的笔框 其实如果说用这么多年来讲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质量来讲真的是没什么好挑剔的 然后整根笔的一个平衡感嘛 如果是跟这种大笔比的话 它 呃 怎么讲 重量真的是刚刚好 呃 因为我用过轻的笔 那基本上就是白粒金 白粒金的笔我用过算是就是说明显感觉的很轻 那万宝龙这个就笔身大小适合利用 利用书写 签名也没问题 就是如果你想说我搞一只笔 我不想再买别的 那基本上是首选 而且像这种 黑色子弹型的这种子弹型嘛 这样 就这种子弹型的经典的一个设计的话 我记得应该是万宝龙是第一支 第一个品牌 然后像 写乐的话 或者 白乐 的custom 基本上都是按着算是 借鉴的这样子一个设计 因为白乐为什么会这样讲 白乐的custom系列 他七十七十二七十三等等的 七十 前面的七十代表就是说他的1970初三年份 那万宝龙我记得就是说他第一支是1950年左右 所以说肯定是万宝龙比较早 那么你又想一个经典的设计 而且又想一个象征权利的笔 的话 我觉得这一支就值得入手一下 但是 就是说考虑一下 真的要深重考虑 因为这根笔真的很贵 不太建议说 第一支或者一脑乐就买 真的是说你长期用钢笔 而且长期十一就需要书写 而且也需要签名等等的 那我才建议买 不然的话还是普通的英雄 61656块钱的买一支 我觉得比较妥当一点 因为钱还是不能 怎么说 还是不能乱花吗 我觉得这种毕竟是一种 奢侈品 然后整个 大概这样子 按一下看 我这个就很顺 可能是说我还没适应这根笔 但是 这根笔如果用的好 我觉得是说粗细什么都能控制 你现在看到我这边很细 这边很粗 对 大概是这样子 那整根笔的话 真的 还是那句 平衡的让人很惊讶 就是 没有什么特色 但是 各方面平和的都非常好 综合性能非常高的 这样子一根笔 它不像白粒金啊 我喜欢这个笔感 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而且整根笔拿起来就是平平无奇 一开始 如果不是这颗小白星的话真的是 很棒的一支笔 那笔尖的话 我个人主要是用欧细笔 所以笔尖其实我偏向是喜欢用欧细的 那如果写中文 我会更推荐百乐的73 这样这一类的一个笔 因为我个人喜欢 我我手怎么讲呢 手比较胖 然后就 不太适合用就太细的一个笔尖 这样子 好 那个大家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给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那个谢谢大家